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9月22號的台股最前線 節目的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 美國股市四大指數的表現 那四大指數都是呈現下跌的 但關鍵在哪裡 當然費城半導體跌0.97%是最少 其他S&P500 道磚工業指數 納斯達克指數 下跌的幅度都超過了1.7% 但關鍵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隨便找一個市場來看 你會發現這個行情是從 大概接近台北時間的 大概2點40幾分之後 開始出現快速下殺的一個走勢 那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當然升息三碼 我想這個是市場之前的一個共識 之前我們也跟大家談到 到昨天下午的時候 那個FED Watch Tool 它所公布出來的升息機率 三碼是82%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但當時我們也跟大家談到 關鍵應該是在於 匯後的聲明市場怎麼樣去做反應 所以很明顯的 當然這是一個以利空的一個訊息 來做反應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於 鮑爾他談到 基本上還是要以這個 打擊通膨作為一個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壓到2% 然後11月份有可能會有 有類似的一個升息的情形 換言之11月份有機會再升三碼 所以行情的一個部分 就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一個回檔 好那既然出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回檔的狀況之下 不過像我們昨天有跟大家去提醒 那當然就行情的角度來看 就台北股市的一個角度來看 基本上你今天 因為那個台紫期的夜盤 最終是下跌了150幾點 所以開盤的時候 他就會來到這個波段 回檔以來的新低點 那因為基本上下方 他是沒有一個比較明確防守的 如果說要說防守的話 大概就是當時國安基金宣布 進場當時的低點叫做13928 大概就是14000點附近 換言之行情還有持續往下下探的機會 所以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我覺得手上的一個持股的調整 可能就要適時的去做一些加速 就是說如果手上的一個個股 是出現比較轉弱的一個現象的話 我想該調節的 可能還是必須要去做一些調節 好那除了今天的一個行情會開低之外 另外當然我們要關心的是 開低之後會不會進一步向下去做走低 首先我們要先觀察一下 現階段已經開盤的納斯達克的電子盤 好為什麼要看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昨天應該說今天早上 它是最終是殺尾盤對不對 那我們要觀察的是它的行情有沒有連續 就是往下去做一個殺低 那很明顯的今天的開盤 是直接開低之後 就逐步向下震盪走低 現在的跌幅是多少 請導播幫我們帶進這個位置 現在的跌幅是0.88% 0.88%這個當然算是一個比較大的下跌幅度 所以整體來講150幾點可能還不夠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如果台股下跌超過1%的話 就是140幾點嘛 但是我們剛剛也談到了 原則上應該會比這個比例 再稍微大一點點 這個可能是今天早上開盤 它會出現的狀況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原則上當然 當然開低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現在下方沒有比較重要的防守的關卡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行情表現會比較弱沒有錯 但是如果說你要調節持股的話 還是要建議大家就是說 通常這種大幅度跳空 開低的狀況之下 短線上面會有一些跌幅先行做收斂 就是就個股的表現來看 那如果你要做調整的話 可能點到跌幅有稍稍收斂的時候 那個時候再來做調整 我覺得可能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就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但無論如何 我想我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當然昨天會有很多人告訴你 利多出這個利空出盡 但今天的行情很明顯的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當時其實我也跟大家談到 雖然說我們現階段手上的持股 也是呈現的那種小幅度的套牢 但當時其實我也跟大家談到就是說 這種東西你去賭它的行情 我覺得沒有意義 就是說不要去太過大幅度的增加你的部位 要不然如果行情不如預期的時候 你反而套牢的籌碼會更深 那這個時候多保留一點現金 我們講到多看少做 那事實上你就可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至少套牢的情況不會那麼嚴重 行情落底的時候 你才會有切入的一個機會 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思考 好那回過頭來 當然在這樣的一個行情當中有沒有盤面當中 值得比較注意的焦點 那我們還是可以跟大家談到幾個方向 第一個當然今天媒體的公商時報的A300 談到了散裝航運營補漲行情 那基本上到昨天的時候 BDI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其實還是呈現了一個比較持續的大漲 然後其中三個組成BDI的指數 BCI BPI跟BSI還是以 BCI 也就是海甲型的公司 他應該說海甲型的報價 他的漲幅是最大的 我記得到昨天的時候 是來到 560% 就是從8月底到昨天的一個收盤 大概560%的一個幅度 那這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當然 大家如果說對於 散裝航運這個產業 有興趣的話 我想在夏老師台股最先見的頻道 或者是在台股好事多的一個頻道 我们都有针对散装航运去做一个产业的分析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但无论如何回归到关键 因为现在是BCI在做一个向上的走高 所以当时我们有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以国内现阶段的船队来讲 当然最大的是2637的一个汇洋 但如果说因为它的船队是超过了140艘 不过它是以这种轻变型跟超轻变型为主 如果说以海甲型为主的包括2612的中航 中航14艘船全部都是海甲型 然后域名在74艘船里面 它有23艘的一个海甲型 然后以及新兴航运 它的船队在14艘里面有8艘是属于海甲型 所以相对来讲 因为这个时间点当中 中国的库存回补 或者说是这种所谓的欧洲 在抢这个所谓燃煤 因为俄罗斯断了天然气 所以整体来讲 抢燃煤要过冬的状况之下 目前看起来整体的散装航运 它的一个产业 不能够说景气回温 但至少从谷底翻扬 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基本上是存在的 好那这个部分就简单提供 给大家来做一个思考了 那同时呢因为讲到散装航运 所以事实上还有一个产业 叫做农粮产业 那基本上因为过去这一年 美国那边是极端气候 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缺水 所以那个谷物上面是有点欠收 那欧洲最大的粮仓是乌克兰 跟俄罗斯因为乌克兰那个地方是黑土嘛 它是相对比较肥沃的一个地方 那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 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也没有去做一些 所谓的这种耕种啊 或者是因为男人都被 这个征召上战场了嘛 所以比较没有人去做耕种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好所以当然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农粮概念股 当然指标性个股大家会以 对不起答错了 大家会以这个1708的一个东减 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察指标 那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它的股价在9月19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一 出现长Ak之后 目前是还没有回到 这一根黑K的1 2以上 我之所以特别谈到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那一天散装航运 其实也是出现类似的状况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昨天的长虹K 像中航它已经回到了 这一根黑K以上 然后2606的域名 它其实虽然说不是那种中长虹K爆 但整体来说它的价格也来到 这个当时的一个高点 以上的一个位置 2605的星星 但相对来讲走势稍微比较弱 但整体它昨天也有挑战这样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 现阶段的一个东减当然它的 我先讲因为它也有船队 不过它的船队是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15艘 然后一样是以中所谓轻变型 或者是中所谓的巴拿马型为主 它并没有海甲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散装货轮 但我问如何你从现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如果说以中所谓缺量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因为这里是524跟481 所以它中间差了4块3的价差 如果你抓一半的话 大概就是2.15元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所以2.15元如果加上去的话 应该是到50.2到50.3 所以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原则上要占到这个位置以上 它才算是有机会出现转强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虽然说媒体报导是缺量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要看它股价有没有发酵 或者是说股价什么时候去做发酵 那其中如果说以形态比较强的 应该是C48的全女生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跟农粮农药相关的一些个股 或者是肥料相关的个股 所以股价的部分现阶段破月线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观察的是 因为我月线扣底现在在这个位阶 所以今天开始会扣上来 然后下个礼拜慢慢会往上扣 所以整体来说能够尽快回到月均线以上 现在是69.53 箭头是往上的 如果能够越早回到这个箭头以上的话 当然代表说它的股价是有重新在发动 转强攻势的一个机会 那其他的包括1712的新农 或者说是你看新农也是长黑之后 这个形态上面就比我们刚刚讲到的 冬检强势一点 因为冬检的股价还没有到一半 但是新农的股价 它其实已经回到了一半以上的价格 那172的台肥 因为这个股票 它的题材啦 当然肥料因为它 简单讲就是说 它还有土地资产 然后以及大型个股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股价在这一波 其实你会发现好像 没有跟上这个肥料的那个走势 农粮的走势 所以大家可能就稍微观察一下 这个可能不是你的 如果你要抢反弹 或者说你要做短线多方操作的话 这可能不是你的首选 因为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基本上所谓的补涨 就是说有一个领头羊攻出去 或者是一个产业攻出去 然后相对比较低位 这些的后续去跟涨 这个通常发生在多头格局里面 如果说不是一个 很强势的多头格局的话 不一定会出现 所谓的一个跟涨走势 这个东西就提供给 大家来做一个观察 那在第二阶段的节目里面 当然还有一些重点的消息 要跟大家来做报告 然后以及在台指期 个股期的开盘 你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台子期开盘的表现 目前开盘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下跌了213点 来到了142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刚刚谈到 台子期夜盘收跌150几点 然后美股电子盘下跌 南韩日金也都没有拉起来的那个样子 所以原本开盘就会比 我们在那个台子期夜盘看到的那个幅度 相对来讲是比较弱 那原则上今天的行情就 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抄底的走势 因为它有它的风险性存在 我们还是会建议投资朋友 就是说尽可能以 所谓的跌幅收敛的时候 如果说就期货的一个超度来看 跌幅收敛的时候去做避险的空单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操作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个股期的一个表现 那个股期呢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口述最大的是2603的一个长榮 目前是跌了2.1% 好那昨天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状况 因为大家如果说有去看那个 外资的买卖超来看的话 你看基本上长榮是站在小幅度的卖超 对不对是1065张 然后呢2609的阳明跟2615的万海 他反而是站在买超的一个方向 所以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要不要因为一天的买超就翻为比较 然后多方的一个看待 我觉得倒不至于啦 不过从筹码面的角度来看 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就是 行情没有这么好 那参与减资之后 新的一波的一个卖压出来 就是抢了两天的反台 然后抢不上去 那抢不上去当然开始会有一些 调节的压力 所以整体来讲 当然当时我们跟大家谈到说 我觉得减资之后可能应该会遇到 应该会有往上表态机会 但是刚好遇到了这个联准会升息 那时候我们讲到说 这是一个变数嘛 那联准会的升息 他所造成的结果 那个时候应该说这两天的市场 其实都没有那么稳定 所以整体来说 他反而形成了一些卖压存在 那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不要太过急着去做 强短的一个操作 先让他在高档把底部打出来 就是不能说底部 就是这一波开盘 我们如果前面都不看的话 只看减资之后的行情的话 你至少要先把那个低点 不要再去做跌破 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一档个股 尤其是在走所谓的跌势的时候 或者是说什么叫多头走势 什么叫空头走势 多头走势就是我的高点 会一直不断的向上去做过高 对不对 那空头走势就是我低点 会不断的向下去做破低 那应该这样子说就是这个时候 当然不是说看到整个波段 而是在于说 如果你把范围缩小 在最近这几天的行情来看 就是我每天的低点都比前一天的低点 还要来的低嘛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这代表一件事情 这代表就是说 现在的行情还没有出现比较明确的指稳 所以投资朋友在操作过程当中 不要急着抄底 等到那个行情慢慢稳下来之后 再来去做一些想办法去做一些进场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都还是长荣行长荣骑 宏达电 大概就是这一些个股 那其中 我们来谈一下元宇宙好了 因为今天刚好那个 媒体有谈到就是 在游戏股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 找不到 好 找不到这个 在这里 游戏商品厂公共元宇宙 所以昨天是大宇兹 这个今年IP 然后OMG发行NFT商品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对于游戏 先讲就是NFT做不做得起来 这个我们先另当别论 但至少就元宇宙这个角度来看 的确市场是在不断的发展 我想这个是 对于一个产业来讲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 那当然指标性的个股 我想还是会回到 宏达电身上 不论说 你对它的基本面 是不是认同 因为它到目前为止 公司都还是呈现亏损 所以这个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会比较 比较偏观望 但是整体来讲 其实你不论连哪一个高点 就是连这个高点也好 连这个高点也好 连这个高点也好 它其实都有突破一点那种 短期的下降压力线那个味道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现在的个股期是小幅度的压回 但是说真的 如果说以它昨天强势的程度来看 这个股价的走势 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弱 所以单纯如果我们以技术面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股价是属于强势的 那基本面当然这个就大家自己决定了 就是你要不要去超 你是要等到它有比较明显的获利出来 还是说你觉得可以用技术面短打 这个东西应该这样讲 技术面是强势的 是可以短打的 但是基本面的部分 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比较明显 会爆发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孽价的大涨 不锈钢十月盘价限曙光 好那现在是每公顿涨到2.5万美元 当然跟今年的上半年的那个妖孽 那个妖孽的那个时代 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报价报价新闻大概 出来5分钟之后 他就变成历史了 你知道就是就是他那个 已经跟现在价格差很多了 这叫历史 好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是比较夸张 但这个时候其实是回到了一些 比较正常的水准 那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当然表现最强的是这个 这是1605的华星 这个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当然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反映的是什么 他反映的是台电 这些5,645亿的这个所谓的电网强刃计划 那当中其中大概只有1,200多亿 会用在这个所谓的设备啊 电缆的这些态换上面 那整理来说还是有他的商机存在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第二个重点就是现在看到涅价 这种所谓的涅价的大涨 因为虽然说电线电缆是铜价 是铜为主 是铜啊应该都不是铜为主 是铜但是整体来说 这种所谓的基本金属 它会有一些联动带动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是这个 华星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上涨的一个原因 那如果说就不锈钢的角度来看 国内的几档指标是应该这样讲啊 每次如果说钢铁个股要走的时候 钢铁个股要走的时候 通常都会以不锈钢的股票为主 当然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主要是行情开的比较弱势嘛 但整体来说如果有出现这种 跟不锈钢有相关的 大概就是几个 就是2027的大成钢 然后2031的星光钢 然后2034的允墙 大概都是以这几档个股为主 不过现在的成长因为是比较小 所以大家就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未来如果说行情有慢慢走稳的话 那这个时候它才会有发动的一个机会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盘面当中比较强势的指标主流 如果以上市个股来看 当然第一页北极星 北极星 郑文 郑文他在讲 ABC 美食 宝林附警 这个都是属于然后什么生计 这个没有没有成交 我就不谈了 你会发现其实最主要是 以生计类股为主 好那当然昨天 北极星650的北极星药业它是开了这个重大讯息说明会 下午2点 重点就简单讲就是 就是有过嘛 就是那个三期有过 所以股价是呈现跳空的上涨 锁了市价跟掌停板锁了大概2万7千张 所以大家今天有看到那个4906的政府为什么会开高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北极星药业的大股东当中 大家可以去找 当然最大股东是29万张的 这个是萨摩亚数位投资公司 但跟郑文有关系的应该是 Gtechnology跟这个郑文投资 郑文投资跟Gtechnology这两家公司 都是郑文100%持股的公司 那持股的股权我记得应该加起来应该是在3%多了 所以整体来说今天的股价有一点跳空往上涨的那个味道 所以这个是简单来说它是被子公司带起来的 它并不是说本身在网通产业 因为如果说就网通产业的角度来看 今天的表现应该是对啊就一面黑 所以整体来说大概就只有它一支独秀 那这个东西就大家稍微观察一下 原则上它的股价会跟着北极星药业的一个股价去做联动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呈现了 比较明显开低的一个走势 那必须要讲这个时候下方它没有太重要的防守 那我们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不论说这个地方反应几天之后 会不会有利空出境的机会 至少先把风险控制好 该调整的该把资金抽出来的 我想还是要做相对应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处理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夏老师一起来做操作的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9月22号的台股的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8群组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NE8ID为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为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